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是類型十四 類型十四 說數列an裡面 A1等於1 an加1等於2n-1 分次2n加1乘上an 那麼要猜an等於多少 然後用數學問號法證明 那A1等於1 A2用這個公式 用2乘以2 這個n跟這個是一樣 這個是2 所以2n是1 所以這比較1 單一區再乘以A1 就3乘以A1等於3 再來A3 這裡是3 這裡就要帶2 然後這裡就有幾次 帶2 所以這個乘以5 3分之5 再乘以A3是3 約掉就是5 A4 這裡就帶3 這裡是A3 那這個是5分之7 那這個是5 約掉有7 所以這個數列就是1357 一直下去 那13579這種數列 當然你可以把 第N項就寫成2n-1 -1還加1 2n-1還加1 這個數列寫成2n-1還是2n加1 還是都可以 要寫成2n-1喔 寫成2n加1就錯了 為什麼 因為N帶1的時候 N帶1的時候 2乘以1 -1才會等於1對不對 如果你要加1 2乘以1再加1就變3了 A1並不是3 是1 所以你要 這個要2-1 你知道嗎 好 所以 證明的話 N用1帶進去 那A1帶進去 當然算出來是1 所以是成立的 然後 這個要證明一個性質 第二項要證明一個性質 如果這個成立 如果你這裡沒有寫如果 那就很奇怪了 因為這個式子 不會 不會就成立 你如果這個式子成立了 那就不用寫了 如果你答案就寫 N等於k 然後這個ak等於這樣 那你就好像 就說這樣就對了 然後這樣就對了 後面就不用證了 因為它已經對了 然後它還要證明 你要講 如果這樣對 那麼 則N等於k加1 會不會 你能不能證明它也對呢 那它有沒有這樣的性質呢 好 那N等於k加1的時候 AK加1 那要用這個帶進去 然後 這個地方是 AN 那AN 帶進去 就是 剛才算的就是 AK 這是k加這個AK 那帶進去 2k-1 這個剛好約掉就是2k加1 好 那這邊同學又漏掉 忘記寫一個部分 就是這裡 這裡同學都是漏掉的 比較多 有些同學記得 但是 大部分是同學漏掉 漏掉什麼呢 就是這個要寫成 跟這個一樣 這裡是什麼 這裡就要是什麼 你寫這樣 跟這個形式不一樣 那是-1 你是加1 你看出來 它成立 哪邊你看出來成立 要看出來是什麼 2乘以 這一項 這裡是k加1 這裡就寫k加1 然後-1 才會跟這個形式一樣 才會跟這個2n-1 形式一模一樣 這裡要再多寫一步 然後最後由 一二級出現歸納寶 這個也要寫 好 這個也要寫 好 這樣有母體 對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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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 我們喜歡聽這件事 不然